我们的公共澡堂洗的是温泉 来到了中心新村以后 公共澡堂就变成了温泉澡堂 保存一个环境并不是要它变成完全新的 他们很重要就要保存说 那个年代在很克难的时候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 那我们会希望说以后的人来 他就看原来以前这个 北投中心村就是长这样 感谢观看